延誠又加上SHG的Ella 這個配搭是不是很有新鮮感呢 兩位偶像劇的一哥一姐 將會在新劇 就想賴著李大演對手戲 Jerry在劇中 就會一改以往深情的形象 做一個冷酷無情的律師 而Ella就會演一個寶舞 二日兩位主角出席新劇記招 首先當然要講一下 兩人首次合作的感受 可能比較怕生吧 剛開始會比較那個 然後他就很大方 我就覺得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Ella第一次見到Jerry的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漸漸兩個人默契會比較好 話比較多一點 第一次見面其實是在北京 一個籃球比賽的後台 然後那時候他還綁著頭巾穿著球衣 然後我就看到他 因為我是第一次見到他 然後我見到 哇 大明星耶 然後我就尖叫說 哇 李成熙 喔 你好小喔 然後我就跑走了 對 那是我們第一次的印象 然後就看到他在台上 就是球場上打球這樣 很帥這樣子 然後這是第二次見面 那第二次見面 那第二次見面 感覺他非常非常的溫柔 Ella一向飛聞多多 大部分跟他合作過的男藝人 都難途跟他傳出飛聞的命運 所以這次Ella都叫Jerry 要小心點 那你要小心喔 不要愛上我 先勸勸你好不好 因為一般男主角都會愛上我 Excuse me 可以跟這麼可愛的女生穿飛 我應該蠻好的 我被追了 我被追了 你現在就是跟穿你現在的笑容 大家覺得你是這樣 對 你至少要把你的事情處理完 再來追我吧 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樣子 所以兩人的關係算是什麼樣的關係 就還蠻好的吧 因為我 他之前的男朋友 我的好朋友 是我跟我十當的一個朋友 所以後來才知道 滿熟的 Ella還透露 他在新劇中 會有跟女生親吻的場面 雖然熱情的Ella 平時都會疼她的女性朋友 但是他就說這次對她來講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歷 Ella在劇中 跟女生都有這麼親熱的鏡頭 那跟男主角Jerry 應該都不少得激情氣氛了吧 我們有一場戲很猛 但現在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但是那場戲 比女女吻還要勁爆 對 那場戲真的是 一場生死戲 對不對 嗯 沒有處理好 是很危險的 對不對 嗯 看來你變得像沒有很期待 沒有嗎 我已經在開始在練身體 練身體 你又沒有落後 你幹嘛練身體